韩国议员竟然偷偷搞了个酒吃肉铃 在里面圈养各色女仆为她服务 炙手可热的女明星也是常客 晚上连苦茶子都不穿一条 白天却衣冠楚楚人母狗样 装出正人君子的样子拉选票 对着小商贩续寒问暖 装得比亲孙子还轻 甚至还当众贵岛起事 金泰山的支持率一路走高 除了她高超的演技外 还离不开她老婆的帮助 因为她是韩国知名女演员 为金泰山拉了不少票 两人表面上是模范夫妻 实则每晚金泰山都会狠狠鞭打敏英 因为她有一个怪癖 就是喜欢听女人的惨叫声 而且她的掌控欲极强 敏英就算只是对别的男人礼貌微笑 就会招致一番毒打 敏英嫁给她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 而是金泰山与她的经纪人合谋 将她迷晕后送上了金泰山的床 还拍下了各种不雅视频和照片 敏英只能尾身嫁给她 每天忍受着她的欺辱 心中的恨意越来越深 某天金泰山发脾气摔坏了她的手机 于是她带上墨镜来到一家修理店 她当然不缺换新手机的钱 但就手机里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修理工看着敏英越看越眼熟 很快就认出了这个国民女神 随即兴奋地表示 我从出生开始就单推你了 连手机壁纸都是你了 敏英被认出来后有些慌张 再次叮嘱恢复手机数据后就匆匆离开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个修理工也不是傻好人 她修手机不为别的 就为了偷看人家手机里的隐私 爽完之后借机勒索 这才是修理店的主要收入来源 敏英的手机很快修好了 修理工迫不及待开始看女神的相册 想看的没看着 却发现了许多敏英被家暴的照片 修理工也不心疼 反而抓住机会要大赚一笔 等敏英来取手机的时候 她张口就是五百万 但是穷鬼对有钱人的世界就是缺乏想象力 敏英微微一笑 直接掏出三千万的支票 看清楚了 我们有钱人的封口费都是这个价位 敏英拿走存手机文件的U盘 再次警告修理工手口如皮 否则她恐怕小命不保 敏英走出修理店不久 保镖就开着车找了过来 说是保镖 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活体监控 时刻盯着敏英的一举一动 这次她是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 趁金泰山不在的机会溜出来 而现在金泰山已经回家了 她问敏英出去干嘛了 敏英便拿出准备好的调味料 说自己只是去了趟超市 但金泰山张口就问她要小票 眼看要解释不了 幸好保镖帮着敏英打掩护 这才躲过一劫 另一边 修理工完全没把敏英的话放在心上 急不可耐的就把事情告诉了好机友 不仅如此 她一想到万众瞩目第一员居然搞家暴 而且打的还是自己的女神 而且还没有她的粉 修理工就怒从心头起恶像胆边生 想要把事情曝光到网上 好机友也是看热闹不闲事大 主动要帮忙 于是他们用凭借幼儿园文凭写了小作文 还花了五毛一条的巨款买了水军 想要在网络上掀起腥风血雨 为了不饮火烧身 他们还特意找了个网吧 开了个小号把帖子发了出去 但英雄发帖为伴儿中道崩促 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火速删掉了 女明星去维修手机 却被变态修理工发现了私密照片 原来女明星一直被高官丈夫家暴 修理工小罗将事情曝光到了网上 结果一回家就看见了一群黑衣人 他们正在翻箱倒柜找证据 一看见小罗立刻就要抓人 却及时出现将他救走 小罗这才捡回一条小命 但他定睛一看 就他的正是女明星敏英 敏英大骂他言而无信 三千万都封不住你的嘴 非要我用针线给你缝上是吗 小罗委委屈屈地表示 我这不也是想为你出一份力吗 但敏英表示你实在太天真了 要是曝光有用的话还轮得到你 他被陷害尸身嫁给高官 婚后还要遭受家暴 一直保留证据着要报复 但议员金泰山全是滔天 曝光的帖子一发出去就会被火速屏蔽 所以他才按兵不动等待机会 结果小罗这一通操作 让他手里仅有的筹码废了 昨晚还又挨了一顿毒打 好一番妆可怜求饶才暂时洗清嫌疑 敏英对小罗恨得牙痒痒 之所以救人 是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现在小罗已经上了金泰山的暗杀名单 要想活命 最好的办法就是与敏英联手 他们的计划也是很是简单粗暴 既然小罗是修手机的 那就窃听金泰山的手机 抓到他的把柄 与此同时 金泰山也接到小罗逃跑的消息 得知是有人接应 他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敏英 于是立刻打电话给监视他的保镖 问他敏英是不是还在美容院 保镖想要进去检查 却被一个女人拦下 幸好有他拖延时间 匆匆赶回来的敏英才没被发现 女人当然不是吃饱了没事干做好事 而是因为他就是金泰山最大的竞争对手 只要金泰山倒台 总统之位就是他的囊中之物 于是女议员主动与敏英合作 想要合力扳倒金泰山 离开美容院后 敏英想起今天险些被发现 便想要策反保镖 而且他早就看出来保镖对他有想法 于是敏英还用上了美元计 但纯情小保镖居然把持住了 敏英只能暂时作罢 因为秘密是从他的手机泄露的 于是金泰山没收了敏英的手机 小罗根本联系不上他 没有办法 敏英只能偷偷给金泰山下安眠药 等他睡着后 用他的手机联系小罗 然后在小罗的指挥下 在金泰山的手机里安装了监控软件 小罗在手机里一通搜索 没找到啥金泰山的把柄 倒是找到了女议员和小鲜肉的亲密照 属于是发出去就得塌房一片的那种 这是金泰山手中的筹码 只等着给女议员致命一击 这下女议员更是迫切地想要和敏英合作了 第二天 敏英借口要回家看望母亲 得以暂时脱身 与小罗见上了面 得知手机里没有可用的信息后 敏英想起金泰山每周都会去一个神秘别墅 和十几个美女探讨人生 要是能取得相关的证据 金泰山不久被妥妥拿捏了吗 就是具体的操作还有待商榷 小罗给了他一部手机 用于接下来的联络 万一遇到什么突发情况也好求救 很快手机就用上了 金泰山事先安装了窃听设备 也就得知了敏英与小罗联络 于是他一回家就被逮住关了起来 好在敏英及时用手机通知了小罗 小罗又告诉了女议员 他马上赶来把敏英救走 还不忘叫上一大群记者 这算是打瞌睡有人送枕头 金泰山疑似囚禁妻子的事 很快登上了头条 但想要彻底击垮他 还是需要更确凿的证据 于是敏英和小罗觉得 直接去金泰山的神秘别墅偷拍 高官为了娶乐 竟然叫来了儿子的女友 女孩心中百般不愿 却也只能委身于他 怨种儿子还没发现这事 他的后妈倒是先发现了 敏英和小罗确实是想偷拍点不健康的 用来扳倒金泰山 但属实没想到这不仅不健康 还有点不道德 两人拿到一手金爆猛料后 就想溜溜球 结果被保镖发现 连带着帮忙的朋友一起被当场抓获 三人被抓进了别墅 敏英请求金泰山放了小罗二人 一切都是他的计划 但金泰山表示小孩才做选择 我全部都要杀 他还饶有欣慰的想跟他们玩玩 金泰山让敏英亲手杀了小罗的朋友 否则他马上就让小罗领盒饭 敏英浑身颤抖地举着枪 闭着眼睛扣下了扳机 子弹精准命中一旁的柱子 敏英痛苦挣扎的样子 让金泰山非常满意 他玩够了 随后便让手下一枪结果了朋友 接着就要把敏英和小罗杀掉 关键时刻金泰山的儿子赶到 原来是女议员通知了他 金泰山从没有在宝贝儿子面前露出真面目 儿子也觉得他是个为国为民的好人 如今的他只觉得偶像塌房了 金泰山还想解释 敏英抓住机会跟上输出 说你爹老变态了 而且你女朋友现在就在楼上 不信你就上去瞅瞅 儿子一听如遭雷击 他房就算了我还能被亲爹偷家 转头就窜上了楼 正好就看见女友刚洗完澡 穿着清凉地擦着头发 这下是不信也得信了 金泰山也赶了过来 一时间六目相对 场面那是十分尴尬 女友马上反应过来 跪下来抓住男友的手 说自己是被迫的 自从男友第一次带他见家长 金泰山就盯上了他 为了让他乖乖就范 还用他父母的性命威胁 眼看好爸爸的光辉形象不保 金泰山破冠破摔 突然开枪射杀了女孩 只留下一句女人多的事 儿子你别伤心 爸爸明天就给你换个新的 然后冲出房门 要求手下马上把敏英小罗灭口 人为刀卒我为鱼肉 敏英小罗只能乖乖等死 突然一声枪响 楼上的金泰山被击中 当场领了盒饭 出手的竟是他的亲生儿子 全场煞事寂静下来 紧接着 儿子又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毫不犹豫地扣下了班机 他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死亡是他为自己和父亲 选定的结局 故事的最后 金泰山的丑闻全部曝光 敏英也终于重获自由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关注 我是七笑 下期视频再见